跟着鼓声整齐踏步 英国查尔斯三世加冕倒数 每天晚上加紧彩排 不只卫兵 皇室成员也很忙 凯特王妃和威廉王储 惊喜现身伦敦地铁 凯特一身优雅红大衣 内搭白裙 仔细看大衣内衬还是蓝色 巧妙搭出红蓝白 国旗三色主题 而这次加冕的主角 查尔斯和卡蜜拉 在白金汉宫主持花园派对 替大日子闲暖暖场 毕竟周六加冕典礼 重要性远远不止 帮查尔斯带上王冠而已 因此皇冠的样子就很重要 首先是查尔斯的王冠 1953年伊丽莎白二世 头上这顶圣爱德华王冠 将换查尔斯戴上 而卡蜜拉的后冠也有渊源 玛丽后冠 112年后传给卡蜜拉 但上面一颗原本来自印度的 光之山宝石 为了避免争议不会出现 另外大家吵不停的 还有像在皇家权杖上的 南非针石非洲之心 而查尔斯要穿什么也不光 这对皇家圣衣和圣袍 已经70年没人穿 加美服饰从头到脚 重点都在延续传统 不止衣服沿用 永续环保 查尔斯相当在意 连花树盆栽都有要求 四种花从英国四大地区采摘 还藏着感人故事 爸爸妈妈虽然都不在 查尔斯却能用另一种方式 收下父母祝福 而加美前夕还有挑战得克服 按照传统加美当下 全国教堂中都得敲响 问题来了 全英国敲钟人才三万 但同时有三点八万口钟需要敲 因此各地几集培训 敲钟小煎冰 查尔斯的加冕大典不止凝聚全国一心 也带来商机 从与子降到玩具模型 甚至纸牌游戏 全推出加冕特别版 当然怎么能忘了纪念硬币 帮查尔斯戴上王冠的特别版硬币 成了超热门商品 一生一次的加冕风潮 没有人想白白错过 TVBS新闻最后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新闻最后报道